仙草花这样画,简单又好看,斜着画个椭圆,断弧线定花口,分出六条弧线,以弧线为中线,两边画出花瓣,花瓣长度锁定在椭圆上。 侧边梯形概括花拖,花杆画夸张些,菱形概括个小叶子,分支出花苞,底部长叶往上散开,平衡画面,翻转用三角形概括,整体高度在花头下,然后根据需要进一步详细形,圈出花心位置。 花要像个雨滴形,花丝宽度要一致,花柱画粗些,花要高低错落开。 花瓣刻画用长线画中间两条纹路,靠近花口位置短弧线排出翻转,边缘用斗线和点画出它的特点。 花瓣间转折大的带几笔弧线,花心用点小面积画暗部,卡中花口,加粗花心暗部轮廓。 花拖长线画暗部,短线画边缘和过渡。 用同样的方法画花苞,花苞亮部也可以留多一些。 叶子长线画中间纹理,边缘画出厚度,短线强调交接处。 后面的叶子线条长些,拉开前后颜色,花杆同样长线画短线过度,线条要密些。 最后再交接处卡重点压住画面。